好,可以從哪裏開始講起呢? 曾幾何時,我有一件最熱愛的運動 那件事就是網球 這件事是我成長時,讀書時期,很 proud of 的一件事 也幫過我走過很多艱難的時刻和低潮 但同時,這件事也成為了我大學生涯其中一樣最大的遺憾 今天我會去打一個分區的網球比賽 一個很小的比賽 但最近都嘗試重拾訓練的節奏 所以下一站,香港網球中心 I'm in a hurry, I've got a very important phone call to me 在開始今集的Vlog之前 跟大家介紹這條片的贊助 她就是德國Emma 床褥 打完球之後,睡覺好真是很重要 想睡得好,當然要有一張好的床褥 Emma 床褥不同於某些掛名的外國品牌 她是100%歐洲製造 租完之後馬上進行真空包裝 然後運送過來香港 她亦都憑著德國的技術贏得30個國際獎項 歐洲八國的燒委會都推介她們做最佳的床褥 無論是她的性能、易用性、耐用性都是最頂級的 買完之後有100天試睡 不合睡100天內可以無條件退貨和存額退款 現在用我的Discount Code就有一個額外的優惠 還可以連官網的優惠一起用 今天下單最快第二天就送到了 想知道詳情就去到Infobox 看看吧 明明剛才還是很好天 我一換衣服出來之後就傾盤大雨 趁現在下雨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現在打的賽事是什麼 分區是一個比較小型的賽事 每個月都會輪流在一些不同的區域舉辦 香港的本地賽事就有分不同的一些階級 亦都有不同的積分 分區的積分是很少的 但它的好處就是任何人照付錢都可以參加 所以那個能力的上下限 有些人會很厲害 但同時間亦都有機會遇到一些很廢的人 或者一些在學錦波上來試試水溫的一些人都有 其實我自己現在開始打的賽事 都有一個小小的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滑入網總排名的100內 某程度來說應該是一個做到的目標 不會是太 不是世界第一 不是香港第一 因為聽說其實參加得多比賽 自然累積的分數越多 差一點 她們的超越多 沒有 吃 吃 小海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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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輸球 我是贏第一套 之後贏三一 之後輸回頭 我看你之後越打越頹 對 越打越頹 不是 打網球很重要 心態 心態要正確 如果不是打得那麼糟糕的話 就是輸自己 我先去洗澡 麻煩Momo加油 我還未開始打 我不知道他在睡覺 還是他打你 輸球 真的有點不開心 因為剛才那場球我贏了第一套 第二套是在進行三一 分區只是打四個遊戲 在進行三一的時候還要我按摩 然後轉彈之間 我就輸了那個套 五三 然後輸了最後的 七五 在進行那麼多的情況下 竟然還可以輸回頭 這東西是很氣餒的 比打一個很厲害的人更慘 自從大學之後 我都停打了一段的時間 而這件事 就要講到 到底我大學那時候 其中一個最大的遺憾 是什麼的一回事 話說那時候 就入大學 當然會繼續打球 年一的時候 就沒有選到校隊 因為忙著玩這個Ocam 和上宿新會 很多卡卡的東西 年二那年就選不入 因為我記得那年有些很厲害的交換 去到年三的時候 自己就更加努力一點 去嘗試入到校隊的這個位置 我記得那一年 就有另一個 最後一年的同學 就跟我爭校隊的最後一個位置 其實中大校隊的那個玩法 通常是頭幾個很厲害的那些 那些就是不可陷動的一些地位 但其餘那些 因為他總共選八個人 可能他會留下最後兩個位置 就是比一些人更粗 那你校隊選拔的時候 他就會可能選四個人 去爭取最後兩個位置 而那一年 跟我一起爭取最後一個位置 就是一個師兄 他就是Final Year 其實大家的水平是差不多的 我記得那年的隊長和教練 就跟我說 那個人今年Final Year 所以那個位置就給他 我也覺得很合理 因為那個人Final Year 是他最後的機會 入到校隊 拿到這個名下五 去到Year 4的時候 我就再選這個校隊 今次我又入到這個 所謂的跟操那裡 而今次我的競爭對手 就是一個Year 1 然後那個跟操的過程 我記得是持續了大概 一至兩個月左右 在那個月裡面 你就每個星期會練兩次球 然後教練或者隊長 其他的成員 就會在那一段時間裡面去觀察 到底哪一個人 才更加值得擁有這個位置 我記得那時候 是越打越大壓力 壓力大到一個位是 講一個例子 就是那時候他們練完球之後 他們可能會一起吃飯 各樣東西 我自己就會很想走 很想摺在一邊 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廢 而你知道網球這件事 或者很多運動都是 你越介意那件事 你越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打得越差 然後我記得 去到某一個位的時候 我約了一個教練出去吃飯 在吃飯的時候 我跟他說 我不會再跟操的了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情緒很不碰 每一次練完球都覺得自己很廢 很廢 對自己的自我形象是很低 而講這個大學最大的遺憾 就是這麼多年來 沒有真真正正入過中大的校隊 打過一場正式的大專賽 唯一一次代表過校隊的時候 就是在月三暑假 跟了校隊回廣州去集訓 那次我之所以可以加入校隊 因為暑假的時候 你知道大學生很忙 即是又要回教練 或者玩O-Camp 亦都是在那時候 我才真正拿到一件校隊的風衣 然後在月四選不到 自己心理壓力很大的時候 那時候 之後那兩三年 我都很少很少打球 因為每次一 站在牆上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不好的回憶回來 不過我這樣說 分區的好處 就是下個月可以再來過 所以我們 OK 看到我連頭髮的顏色都變了 就知道過了好一段時間 其實大家先前看的分區賽是7月的 8月和9月 我就去了考潛水的O牌和A牌 如果大家未看過那條片 記得去看 完全撞了這個分區賽的時間 因為都是在星期六日的 然後去到10月 就不是打分區賽了 而是打其中一個本地的大型賽事 叫做CRC Open 香港本地的大型網球賽事 主要是三個 除了CRC Open 有南華會 也有保城的香港網球公開賽 所以今天要帶大家看的這場球 就是CRC Open 它有分為一個 Main Draw 和Qualifying Draw Main Draw 本身已經有24位 最高排名的選手 香港最TOP的網球手 在Main Draw裡面 有一些那麼厲害的人 就自然不關我事 但另外有八個位 就是在Qualifying Draw 選擇 因為CRC Open 剛才說過 是其中一個最大型的本地聯賽 所以有很多人參加 以今年為例 有五百多六百人 就塞進Qualifying Draw 這個資格賽分為8組 然後這8組 就由64強開始打起 所以每一組贏了那一個 才可以進入到 剛才說的Main Draw 那個決賽周 所以我今天打的 就是這個資格賽裡面的Group 1 其實今天要帶大家看的 這場球 就已經是16強的賽事 就是因為在64強 即Round 1的賽事的時候 我就沒有拍到片 因為我不想又在第一輪那裡輸 然後又拍片 然後又不知道說什麼好的那種 結果我贏了 然後去到Round 2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嗯...尷尬了 我想說我的對手Walk Over了 所以我就自動晉身 這個Group 1的16強 所以說 好球不如好運 原本還想著 無論這場輸還是贏 就這樣完完這條片去 看來就要等下一場球 再拍給大家看 才再Wrap up 因為這個好運的關係 我就成功奪取20分 距離我的目標已經完成了五分之一 可以了 給自己一點掌聲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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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三眼之間 我們就已經來到Round 3了 其實打CRC Open 是很趕一個籤運 對我來說 其實遲早都會被人SM 這個是預計到的一回事 只不過是可以盡量 可以贏多少Round 就贏多少Round 這樣的心態去打 還有我今次打比賽是有目標 以我現在已經代了兩場 落袋為例 這裡已經有20分 講到分區賽 就算贏了整個站 都只有6分 然後我都查過這個網總的排名榜 要進入這個前100 大概是需要8多分 所以這裡我已經完成了五分之一 因為這個好籤運的關係 那我們 出發去這個中華遊樂會 有些觀眾可能會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心想 為什麼這人要這麼在乎 這麼在乎這件事 整個感覺好像有點Tri-Hard 雖然這個世界上最不型的 就是有些很Tri-Hard的人 但是Tri-Hard得來 仍然是很廢 那個就是我 所以以前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廢 所以我會很不敢在別人面前承認 其實我是很在乎很熱愛這種運動 但是呢 近來我就有兩個的覺悟 可以分享給大家 第一就是 廢不代表不可以繼續去做一件自己很熱愛的事 甚至乎大聲地告訴全世界的人 我就是喜歡做這件事 一段時間很快 就是能夠喜歡做你們這些 所以我也想要和你很知道 你和你很會覺得自己很熱愛 不就是你永遠跟別人比較的話 永遠會有人比你強勁 但如果下次要覺得自己很廢 甚至乎因為覺得自己很廢 而不去繼續做那件事的話 那你可能不是真的那麼熱愛那件事 第二個覺悟就是我看這個排球少年的時候 就是看到一段是很有共鳴的 就是由很矮的一個主角說的 他就是當你做一件事做到越高level的時候 你能夠享受到的東西就越多 網球也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要打比賽 為什麼會有所追求呢 就是正正因為自己很熱愛那件事 很想從中享受到多些樂趣 而有很多的境界 你是永遠不會享受到的 如果你沒有那種追求 而如果你的水平永遠都在這裡的話 很多這裡的東西你是永遠都感受不到的 所以為什麼要打比賽 要繼續去有所追求呢 都是這個原因 好 剛剛就打完這場CRC的Round 3 大家有眼看到就是輸球的 但是還好的 心情現在都是輕鬆的愉快的 我想主要是因為今天實在是太熱的關係 所以我打球是非常之沒有耐性 所以你看到我是炒了很多球落網 但是同時間他也是一個很穩陣的球手 基本上我爆的每一球球 他都可以頂回來 然後就等我塞下一板 所以有時候打Single就是這樣 其實是要互相猜到某個位 那就看一下誰塞球了 所以今天很無奈地就是本人 所以本人就輸了這一場球 其實這條影片最主要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其實有時候有很多東西 就算你是很喜歡做 都未必代表你會做得很好 就是好像我打球那樣 比我打得厲害的大友人在 好像以前Uteam的時候 但是就算是這樣也好 其實不代表是不可以繼續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甚至乎是繼續去追求這件事 所以希望這條影片 講到這件事給大家聽 我都會繼續去打球的 希望之後我真的會達成到 這個今年設下來的小小的目標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 和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很快就再見 記得FOLLOW我的IG 就是這樣 拜拜 好 對 這個已經有多少 我印章